郭雪芙投奔谢霆锋 嗯 没有跟雪芙吵架 不要误会 之前呢哭要 对不起是哭诉 因为郭雪芙而遭到排挤的Dreamgirls 成员宋米勤 把三叔内讧闹上台面之后呢 自己又在脸书上喊冤 强调和雪芙 真的没有不合 不过呢 上个礼拜六 宋米勤和郭雪芙一起出席大鹽活动 这两个人之间不但是 零互动 眼神更是毫无交集 诶 看看这两个 呵呵 我们就是想早点回家呗 这次玩意还有我们的精美赠品 我们有水狐 以及毛巾 还有我们的寄附器 还有很多的奖项 水狐我以为是在叫我 你知道吗 不过比起宋米勤 还愿意跟郭雪芙来个假面合题 另一位成员李玉芬则已有工作 直接给你缺席啦 主要就是因为雪芙和阿芬 都不想再继续 假下气了哈 据传雪芙和多利安合约到齐后 将转钱给香港天王 谢霆锋旗下的旋风影视 还有情有义的要带经纪人 Elsa一起走 一个到旋风影视当一姐 另一个站稳 多利安一姐地位 看来啊 雪芙和阿芬啊 终于可以分到扬镳 不用再做假面姐妹了哈 多利盖债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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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利盖债哈